水上慶祝室 好 菜山 香油耶 水上慶祝室 好 那我們吃完早餐之後來這個水上慶祝室 在這裡有一個遊客裝置 竟然要買門票 然後門票要參觀 它是戶外的話就是五塊 然後如果要再進去裡面的話就是十塊 進去的話是要再換香套摺褥的妝才可以進去 所以還要再加五塊的衣服的期望 所以要進去參觀 到裡面參觀的話呢就是五塊 五塊的入園費跟五塊的服裝費 加起來是十塊錢 那來到這裡呢 如果說碰到了四點 他們的禮拜的時間的話呢 就不能進去 就只能在外面走 好了 我們換好妝了 看起來呢 只要要進來 進來到這個圍牆裡面的話呢 就一定要換這個衣服 對 我們剛剛買五塊的話 只能在圍牆外拍照而已 對 那進來到這邊 他就會要求我們穿衣服 對 然後女生呢 就會不要戴這個 對 然後不能穿的菜式 對 然後男生要戴這個帽子 他就會有人幫你穿 好可愛 對 他剛剛就換一套啊 然後他還要穿這個帽子 然後他 他擺帽子 瀏海球 我會有膨脂 我的心想要唱幸福 在這個新增市的入口進來呢 就有一些賣帽子啊 衣服啊 周邊商品的地方 但是這個進來真的有一種鬆軟的感覺 剛剛工作人員跟我們說 只有在進來的大廳 我們這一區可以拍照的錄影 然後在過去裡面就是他們修行的地方 我們可以拍照 你脖子好長喔 我像是個來修行的那種 然後碰到一位石油大盒 這塊油鹹分給你 哈哈哈哈 你要戴上臥鏡 你要 打王子 對 打王子 對 這塊油鹹就吃魚給你嘛 不用修行啦 在沙巴這邊呢 大多數都是 穆斯林教的 那傳統穆斯林 他們會做禮拜五次 記不記得我們昨天晚上 就有聽到廣播 對 對 那就是在廣播可蘭街 他在每天這五天的時間 他們都會透過廣播來 去播放可蘭街這樣子 一天做穆斯林拜耶 喔對不對 對 你知道在以前的話 如果說沒有做到五次的話呢 會被認為不夠前程 但是在現在呢 因為其實大家都太忙了 所以也會寬容到一天一次 好 我們現在來到了沙巴大學這裡 然後他這裡最著名的就是這個粉紅教堂 在後面這裡 超美的 然後他這個入園的卷也是一個人是十塊錢 然後他這個大學非常的大 他整個佔地就是這麼大 然後分紅教堂還是在這邊 號稱東南亞最漂亮的大學 我的感覺好大 來吃飯了 到中午了 我們現在來吃飯了 然後我們現在又來到Gaia Street 要來吃這一間宜峰茶室 好多人喔 要跑過一日 離峰茶室很多人推薦 但是也有人說普通觀光客來的 在現場還是蠻多人推薦的 對 所以我們就來 那很多人會推薦說來這邊吃Laks啊 看應該也是咖哩麵嘛 嗯 應該是 我們就來這邊吃一點東西囉 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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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人喔 超多人 排隊的人算多 但是還蠻快的 超快的 我們排不到三分鐘就知道 先決定好 要吃的菜 你可以先進來 可是他裡面也是滿熱的 然後我們就吃 雅莎啦啦! 好可愛喔! 各一碗雅莎 他們的招牌 他這邊有一些其他的菜 也像是魚館 或一般的這種 然後他後面只一樣 他這間也是咖哩麵 所以我覺得這間的味道有些我還喜歡一點 他湯的味道有一個 比較多種味道的感覺 比較多層次 然後他這邊的咖哩麵 他就是會有這種豆皮 然後會有這種雞肉絲 跟蝦子 然後還有豆包對不對 味芽 好!那下一間呢? 對啊!吃這個味芽海南雞飯 雞肉很嫩 然後飯 也很不錯 也很不錯 新加坡的記憶還是在我 記憶中多一點 但是雞肉好好吃喔 我覺得好好吃喔 配上這個小米飯 不錯 我覺得飯是不是 雞油的香味少了一點對不對 對! 但他也可以在二三名 現在快到兩點了 然後我們來到我們要搭船的島 這邊 我們準備要去搭船 去旁邊的小島 我們接下來會有三個晚上住在 在上船之前先來這個櫃海 這邊 做checking 這樣 然後我們住的叫做 Gaia Island Resort 就在Gaia Island上面 我們訂三個晚上 然後就會有 寒船票 寒吃的 然後在島上也有很多 那個活動可以玩 那個我們上去看看 對! 第二天和第三天 咖哩麵 對啊! 對啊! 終於從這個比較市區的沙發 然後要到外面的島 度假 然後我們就會住在一個度假村 然後在這個碼頭這邊啊 也是有很多濕的店 對! 那我們現在正要走去搭船了 那我們住的這一間 resort 它是 已經把我們的行李直接送過去了 所以我們不用自己拿 好輕鬆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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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到了 從我們剛才的碼頭呢 開過來大概五分鐘不到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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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好 酷 很盡奇喔 這個拿來的活動喔 這是什麼活動 這是什麼活動 喔 不認識 這家這個resort一到了之後呢 就是 它這樣子有一個碼頭 唷 我們來到一個高級度假村 哇 這裡就是一個很美的一個 這裡等於很度假耶 小島一個地方 小島的度假村 哇 很度假耶 謝謝 會有獅子巾 然後 謝謝 眼睛挺妙的 啊 眉毛巾 我們現在一剛進來之後呢 就會有 一位 接待人員 然後 帶我們 介紹一下這個resort 然後很好 還會跟我們說中文 哇 這個好漂亮 小楚巴 Happy Hour是每一天的4點到6點 那我們這次的包套呢 是有包含早餐午餐晚餐的 對 那它的餐廳的話呢 它除了主餐廳就是吃這個buffet之外 還有西餐廳日式 那個是要穿正裝的 但那個是要外付起來 那在這邊用餐的話 除了再吃這個buffet之外呢 它還可以去 私人海灘的一個地方吃 對 就在那邊 然後還可以在它石灘那邊的地方吃 海邊石灘這樣圓 對 對 然後在櫃檯這邊呢 有他們的第三方 配合的生前的櫃檯 想要來這邊玩生前的話呢 要提早 先預約 不然的話 像我們來的話 這幾天都滿了 然後它這裡其實也有很多活動可以玩 所以我們在這裡玩 三天 完全不會美食做 對 很多活動可以參加 你看這裡 這裡有它每天的活動 從早到晚 每一天 然後從早到晚 每天就先做了瑜伽 Disk Gallery Trail Walk 你看這裡的活動也很特別 跟烏龜聊天 跟烏龜聊天 我們剛從那個大廳走過來這裡 爬了一小段山路 對對對 下面這個 901 上面是902 小心 在這邊確實是 什麼都不用做 好像也是可以啊 這邊 好大 好大 哇 這裡還有一個辦公空間 是不是 簡便空間 洗澡空間 對 然後 你看它這邊 洗澡的在左邊 然後上廁所在右邊 然後 那個臉盆有兩個 哇 這個可以好多人在裡面 90就你 是嗎 它這裡就面對外面 對不對 哇 真的很蜜月 今天要洗澡的是面 在那裡 就可以不用管 哇 我可以在這裡剪片 哇 我每次出來 我都在想剪片的地方 在哪裡 怎麼回事 然後還可以坐在這裡 哇 不錯 很酷 很酷 我們去那邊浮潛 很酷喔 那邊就有看到很多珊瑚群 一堆的珊瑚群 然後就會有一堆魚 我們在想說 我們哪一天我們可以玩這個 在獨屋 獨屋的時候或者上 然後我們就把你們滑過去 好 然後你就可以在那邊看 這個要租嗎 要啊 好 好那我們今天晚餐來吃 他們這一間樓下的Buffet餐廳 我們是包套的 所以它是有含晚餐的 如果沒有包含的話 這個人是140碼 對 然後它這邊有三餐 早餐中餐晚餐這樣子 很奇怪 這邊晚餐的料理 對 然後那邊呢就是一片的海景 對 很漂亮 然後我們剛剛就趕快去坐在那邊的位置 放空發燃的一個下午 對 我們去看一下它的菜市 現在6點半可以開始跟它餐了 然後我們現在看一下他們從 這裡一整區這樣子繞過去都是餐點 然後他們一開始前面那邊是甜點區 它這邊也是有很多的熟食 就是比較南洋風味的熟食 像是雞肉 羊肉啊 還有牛肉的都有 這邊呢可以選擇要是烤羊肉 或者是烤雞肉 或者是櫈瓜 芋圓 然後這邊就是一些咖啡啊 飲料啊 果汁啊 這樣子 當然它這邊也有一些可以付費的選擇 付費的飲料可以選擇 然後它再來它這裡還有很多蝦子 這蝦子很新鮮 我們剛才可以吃的 很肥 對 而且很酷的是我剛才看它的蛤蜊啊 一顆一顆在聞喔 聞有沒有新鮮 對 這邊呢就是一些中式的料理 像是烤鴨 然後那邊有中式的料理 好 早安 早安 昨天睡得好嗎 還可以 會不會覺得睡得還不錯齁 嗯 我覺得它用兩個床分開就這樣子蠻好睡的 可是我睡一睡之後 我的床就這樣啪就給你分開了 那你就變成在我那邊了 然後你就覺得蠻好睡的 對 我們現在來吃早餐了 但住的地方 我覺得 我們昨天洗澡洗到一半 它是沒有熱水 它洗完放我洗的時候 就突然沒有熱水 就變成一點點熱熱而已 就是沒有到風的這樣 對 可能它是墊熱水器吧 我也不確定它是睡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早餐還有什麼東西 我剛才看了一輪 還不錯 有咖椰吐司 有嗎 我們猜一個啦 奧尼西約爾 然後這裡有麵包類的 對 然後那邊還有優格 然後這邊就是那個 咖哩 咖哩煎餅 有那個煎餅 然後有咖哩醬這樣子 然後你要吃粥啊 吃小籠包啊 吃包子啊也有 然後這裡有那個 現煮的魚麵 然後這邊就是沙拉 一些壽司 你看這個 煎得很漂亮 你看這邊有水果 鹽霧 然後這邊有現打的果汁 你可以選 所有你要的東西 你就跟它說 就把它合在一起 它會幫你炸 這個讚 然後它這裡還有 炸好的三種 你要的你就這個 把它這個再加進去就好了 對 對 我自己用的茶葉果汁 別人用的比較好吃 別人用的比較好吃 可是我覺得它的那個 病肚煎餅還蠻好吃的 喔 它這裡有一個現打果汁 不小心拿了三杯 對 有東西嗎 有東西嗎 我像是在荒島的時候 找到一條浮帥的感覺 來了 我們這趟旅程呢 是來撿垃圾的 找不到小船了嗎 友誼的小船就是這樣子 在你需要的時候 你就會找不到 還好你不是海龜 嗯 不然你就會把它吃下去了 不然你就會把它吃下去了 好,謝謝 謝謝 你看看我們在海上撿到什麼寶 欸 你剛剛不是請 你不是請他幫你拿去買嗎 沒有啊 現在海上撿到 真的欸 沒有啦 他給我們 然後我們兩個該去撿垃圾 海上很多垃圾 超多的欸 真的喔 我們撿了一圈多垃圾 他給你們 借我們啊 很好玩耶 划船然後划到一半然後釣下去 看到超多魚 多到得魚都不想去生潛 他說這裡可以浮潛喔 然後可以刮鯊魚喔 這隻鯊魚 這隻鯊魚大概人的大小這樣子 他有說嗎 有他剛剛這樣 很可怕耶 170塊 170塊 160塊 160塊 可以了 然後可以看到這麼多的魚 然後重點就是 你看我們現在在這邊喔 他就這樣 帶我們去這個地方 大家會在這個區域裡面浮潛 但他就帶我們去沒有人的區域浮潛 對 我們剛才來這邊問他們這邊的前島 好那我們現在12點 要去他們的私人海灘那邊吃午餐 然後我們還是要搭一個小船過去那邊 然後那邊也有另外一個活動 就是Turtle Talk的活動 跟烏龜說話 對 就是會有導覽員跟我們介紹烏龜的東西 我就看你怎麼跟烏龜說話 他說會有導覽員 沒有我剛剛有問啊 他就是相關於一些海龜富裕的一些導覽這樣子 好 對 好 走 這個地方真不錯耶 有度假的感覺 對 可是這裡什麼都沒有 店都沒有 就真的是什麼都沒有啊 你看旁邊的水 而且我好喜歡就是在沙灘 飯店 沙灘 海邊 就這樣子 好棒 他有更長文字 他跟前衣在那裡耶 有個 Eggerel 一個小船 有多久 那裡我們在此 街頭 在街頭 有多久 在街頭 沒有我在街頭 在街頭 有多久 感谢观看